共產經濟的一些趨勢和爭議 希望就是在法規這一塊可以了解 就是我們外國會有一些相關的規範可以 他什麼時候會出刊? 你說 什麼時候會出刊? 大概月底左右 對對對 所以這不怕麻煩 現在關下來 真的關了 突然就怎麼這樣 對啊 這個投影片會一直動嗎? 會 都會 那還是你 沒關係還好 我只是怕因為它會 如果它吃到光 它的光的程度會不一樣 會吃到你臉的光 一點點 OK 我把它填到一條 它有一點好 OK 好 一切OK 我們之前有聽到一些關於Airbnb 或是Uber的一些爭議 那不知道說這一部分就是 因為台灣會想是還沒有專法在管這一類的 這類的體態業者 那不知道說政府會不會有一些相關的政策 可以規範這一類的業者 嗯 等一下 有了多睡嗎? 不好意思 好 我想這邊要先說一下 就是說 我們對網路上面發生的新的這種業態 我們其實並沒有覺得是說 所有在網路上面發生的是一個行業 就像我們沒有覺得說所有在家上班的人 是一個行業 一樣 它還是在它本來的不同的行業裡面 但是這是一種行業的一個新的趨勢 或是一個新的發生的方式 那為什麼需要做這樣子一個區別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我們在所謂的共享 或者平台的經濟 裡面有很多部分 也就是這邊黑字的部分 它本來就是合法的 它並不需要特別為它列一個專法 你也可以去共享你的 好比像說辦公空間 你也可以去代買 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它本來就沒有准入的限制 所以我們自然也不需要為了 這樣子的平台去制定任何專法 之前碰到一些困難 當然是您剛剛已經提到了 好比像說在載人的計程車的部分 它透過平台 那要怎麼樣去保障大家的保險啊 安全等等 那所以Uber是大家都會提到的一個例子 那Uber之後當然Airbnb作為住宿 那或者是甚至是不一定是人的住宿啊 可能我家的狗要帶到你家幫忙照顧 這些東西它本來有一個 以此為業的經營的 這樣子一種業態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樣子的調適上面的困難 所以我想我們的目的 不是要另一部專法 而是我們要讓每一個主管機關的 相關的法令 都能夠與時俱進的去修整 這樣 那目前就是 因為知道之前有一個法規調適原則 可以幫你查一下這個內容 大概是什麼 是 這個法規調適的原則 我們本來叫做共享經濟的法規調適的一個原則 但是在我們這個 就是在今年的 我看一下是幾月啊 今年的8月17號 我們是把線上所有這個有提出意見的朋友們 然後一些可能是洗衣共享的平台 或者是Obike或者是停車 或者是所有這些利益關係人們 呼叫小黃也都來了 Uber也來了 就是齊聚一堂 那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說其實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與其去管它是共享還是不是共享 政府其實在管的比較是這個平台 也就是說政府可能去做一個共享與否的認定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同一個平台 它只要它使用的時間比較長 它就變成經營服務的一個平台 它如果偶爾使用 就變成一個共享的平台 可是這個其實是按照這個平台 它實際在營業上面慢慢的就會出現一些不同的方式 所以如何定義共享 哪些可以共享這件事情 我們後來在那場會議是覺得說 那這應該是由整個市場來一起認定 而不是由主管機關來認定 那代主管機關要做什麼呢 它還是要確保這個服務提供者 它要負到基本責任 它要能夠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 那如果它這個平台它是單純的中介 它也許只要負一些基本責任 但如果它有派遣有決定價格的事實的話 那它其實也算一個營業者 它說不定也要負跟服務提供者一樣的責任 也就是說平台跟服務提供者中間 之前會有一個灰色地帶 就是平台會說我只是一個平台 但是服務提供者會說 可是你明明做了一些服務提供的工作 那這個中間要怎麼去區分 就是平台跟服務提供者各自要負哪些責任 這個就是我們檢視原則最主要的努力 那你如果說接下來可能關於類似這類的平台 如果發生一些糾會的話 他們應該要入單什麼樣子 對 各位在看到這篇報導的時候 我們在V台灣.tw上這個參考原則草案 應該已經貼出來了 那大家如果對裡面任何一條有興趣或有疑問 想要主管機關幫忙解釋或者回答的話 那我們都會就是即時地在線上去回答大家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三個不同的角色 就是分別是平台提供者跟接受者 那這個平台提供者跟接受者的角色 在國家這個出現好比像說兩個不同的主管機關解釋不一樣 或者地方跟中央解釋不一樣 或者兩個地方解釋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需要有一個類似平易的這樣子一個地方 去把大家解釋做一個統一 那目前這個地方就是國發會 那主要在負責的就是法治協調中心的朋友 所以這個是以行政院的角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那在做的時候我們要考慮到相當多不同的要素 那在這裡除了大家都在講的解除不必要管制 跟國際立法趨勢接軌之外 我們還是覺得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消費者權益 這兩個也是必須要橫平起來 這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對於提供者 如果這個主管機關在不甚妨礙公平競爭 就不太就是干擾到市場的情況之下 但是這個法規呢本來它的折入門檻太高了 那如果這個提供者只是偶爾提供 或者是不以此為常業或怎麼樣的話 也許可以斟酌采行分級的方式來管理 好比像說我家裡的房間只是偶爾租出去 但是我不是專業的房東 那也許這個時候可以有一幾轉入的條件 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在裡面的消費者保護保險 跟勞動主管機關 因為這三個情況都有可能因為這種 我偶爾做一下 而有一些不同的認定方法 那同樣這些的主管機關 也必須要去制定一種新的認定的方法 來讓大家都能夠在相同的情況下競爭 那另外就是說當平台 它實際上已經決定了交易價格 契約根本就是平台寫的 然後它有一些准入的限制 而且對提供者有重大的影響或控制力 這個時候它其實就比較像是一個轉包 對不對 它本身也是服務提供者 我只是我的執行的工作轉包 給這些下一級的服務提供者做 那這個時候呢 主管機關就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去說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視同提供者 適用有關提供者去規定 就是說這個平台不能說我只是單純的中介 因為契約是你寫的 人是你派的 那這個時候 提供者本來需要遵守什麼法令 平台也應該遵守那些法令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平台說 沒有啊我只是把大家的交易價格 劣勢在上面 契約條款也是每個人自己訂的 或者是這個平台本來做的事情 就不需要主管機關許可 然後我對我的這個服務提供者也沒有強制力 那只要平台能夠提出這樣子的證明 有這樣子的主張的時候 那法協就可以告訴主管機關說 你不要去用服務提供者的這個要求 去要求平台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區分 那這樣子的展示原則 大概什麼時候會開始 使用嗎 我們現在就是會在VTIA上面 先頒布這個草案 然後先讓大家看個可能一個月左右 那如果一個月左右 大家都覺得不需要踩沙車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會 國法會會發一個函 那但這個東西它其實不是法律 它不是我們要請立法院啊 投票排到優先法案都不是這樣子 這只是我們可以說是 它是讓法規命令得以產生的一個範本 按照這樣子一個檢視原則 好比像說在心理施法 你如果套到這個上面 那遠距用心理師這個 用網路看診 或者是一個網路平台 它幫你介紹心理師 或怎麼樣 它就可以套到這裡 來產生出相關的法規的解釋 或者修正 所以每一個業態放到這個範本之後 就會產生一種法規或命令的解釋 或修正 所以接下來它生效的速度 是看民間這些創新的朋友 希望我們法學先討論什麼 那如果我們先討論這幾項 這幾項就會先有它的相應的規範出來 那如果事實上 國內還沒有創業的人做這個題目 那我們也不會莫名其妙 那就去做這個題目這樣子 那關於那些像國外的一些新創企業 在關於稅收和消保的方面 會怎麼管理 這邊也是一樣 從消保的部分 其實我們本來就有消保的消費者保護法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說消費者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如果沒有辦法涵蓋這種新的服務提供模式 那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該要會同我們的消保會 消保處一起討論說我們消保法 好不像說一些因記載 不得記載事實上 怎麼樣因應這種新的業態進行修正 這是剛剛講的那個逐業態檢討的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提供者 也應該有他自己的自律組織 因為其實很多裡面重點還是一個信任 不是只是他不違反消保法 而是他要讓消費者覺得說 雖然你透過這個平台 碰到根本都是陌生人 但是這些陌生人是值得信任的 這個從就是平台的角度來看 他們可能不只是靠打五顆星 可能是靠很多別的就是我們叫做 資訊社會學的一些方法 來讓大家知道說 你們有共同的朋友或怎麼樣 那這些過程裡面我想這些 這些不要有廣告不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個同一個行業裡面的這種平台 他們也會彼此監督 所以就好像是各個其他不同的行業一樣 我們都會有類似自律組織 這樣的東西出現 那這個自律組織就會在守法的 這個最基本的之上 再去有一個更高程度 能夠迎娶大家信任的這種自律規範 那這件事情就是我們在法規上面也留了一個空間 就是說也許也可以說如果你加入這個自律組織 你受它監督 那這樣我管理的力道就可以鬆一點 你如果沒有加入自律組織 那對不起我只好用這個比較嚴格的方法來管理 也有留這樣子一個空間給主管機關 那有一些像是學者 因為我們之前有採訪過一些學者 他們是有提議說 台灣可能未來再共享經濟的保險機制這一塊 可能也要可以參考一下 歐盟就是有這個保險的機制 就是讓社會者的保護身份就要保障 對 其實這跟自律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字眼是相同的 就是說同樣的我們要先研議相關的保險機制 必要如果是覺得這件事情 它牽涉到好像說公共安全之類的 那必要的時候也許法規可以強制提供者投保 但是比較刺激的是可以 你如果投保我就不管你管那麼嚴 你如果不投保的話 對不起我只好管你管得很嚴 也就是說都是同樣的 就是我們是設計一些槓桿 然後這些按鈕吧 是讓每一個主管機關在看實際發生的時候 可以決定說我要按到多盛這樣子的情況 之前看那個就是你們在開的那個會議裡面 看到也提到那個法規沙盒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它的 會先針對哪些領域嗎 可以 第一個當然是金融 因為金融的創新實驗條例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所以一旦那個散度通過之後 我們在金融的部分就會有一系列的就是創新實驗出現 那在金融之外 以我的理解 就是目前國發會的法協中心 也很願意去把非金融的 這樣子一種需要調節的部分去進行調節 但是我們如果實際要改到法規 我們還是會需要一個法律 來說我們可以排除這些法規使用 那目前有不同的部會在提案 我最近聽到的是在中小企業促進條例上面 從起初有想說把類似金融沙盒 這樣的東西放到中小企業促進條例裡面 但是那就是一般性的非金融的沙盒 那這個部分他們已經有加一個網站 sandbox.org.taiwan 叫做創新法規沙和案件申請平台 而且已經在營運了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這個創新的 但是你不知道合不合法規的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填入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呢就會有專業的這個朋友去幫忙看 說是不是合法這樣子 那這個是所謂的法規灰色地帶釐清的一個制度 但是如果後來它釐清了是合法 當然它就營運了嘛 但是如果釐清之後不合法 那法規到底要怎麼調適 那這件事情可能就是要跟金融沙盒一樣 有一段時間如果它需要一個地方 可能一個地方政府 在他們配合之下 好比如說這六個月他們試試看 那如果試起來沒有問題 我們再來調法規 那如果試起來有問題 大家繳了學費就不用調法規了 那這部分就是前面收單的是這個網站 後面處理的接下來國發會法協 也會擔任這個跨部會協調的一個角色 像國外還有一些案例是他們有一個單一的窗口 就是有設立一個可能某個中心 那消費者有任何疑慮的時候 可以到那個中心去詢問或是反映意見 是的 那台灣的部分會有 我們現在對創業者基本上這個窗口 就是SME Sandbox 就是 Sandbox.org.台灣 就等於是一個單一窗口 那對於消費者的話 我覺得這還是要回到每一個行業 就是說好比像說交通部有一個單一的申訴的一個專線 但是你如果打去那邊然後說 好比像說我的這個共享的洗衣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心理師的部分 你要交通部解釋好像也不太可能 對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我們隨著未來這個例子越來越多 我們會把它公佈在網路上 我們會希望可以做到大家 甚至只是用搜尋請查詢 就可以查到某件事情它是合規的 或者它是不合規的 它不一定一定要打給誰 對那但是我想法協還是會有一個最終的這樣子一個 平易的這樣一個平台的一個機制 也就是說可能有各個不同收單的地方 但到最後要協調各部會做成一致的判決 也不是判決嘛 判決好像是司法樣子 做出一致的認定的這件事情 我想還是會由法協來處理 由國發會來處理 那面對這個這麼細的趨勢 對 然後現在大家大概講說共享基金跟法規衝突 然後同時要兼顧這個保護消費者 對 那正在行政院這邊的印象會覺得說要怎麼樣 台灣未來可以怎麼做 讓這個趨勢不會跟民眾的利益有衝突 對我想這裡 我們這個原則很簡單 就是自律談心創新嘛 就是說我們不是在反對創新 但是我們希望創新是讓整個社會知道 這個創新會讓社會帶到哪裡去 而不是只是因為創新 然後所以大家都一定要跟著創新者走 因為每一個地方有各種不同的創新的方向 這些創新的方向 每一個他可能投入的資本不同 他的聲量也不同 能夠買到的廣告程度也不同 但是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大家做下來 就是論事討論說 你這樣子一個創新 我們對你的管制如果是必要的 那整個社會都覺得是必要的 那我們還是會繼續管制 如果大家都覺得是不必要的 而且我們確實發現 確實這個程度上 他是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度管制的 那我們就這樣做 我覺得大家最怕的並不是管制或不管制 而是脫個兩三年 完全沒有結果 然後或是說灰色地帶 或這一任覺得可以 下一任就覺得不可以了 或者某一個縣市覺得可以 另外一個縣市覺得不可以等等 那這是最怕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但是要有一個單一的收單的窗口之外 我們還要有一個跨不同的部會 甚至包含地方跟中央一起討論的 這樣子一個平台 因為這樣子做出來 決定它是比較穩定的 不會因為哪一個人換掉了 所以突然間合法就變不合法 不合法就變合法 大概問題差不多 可以因為我一樣認為 就是有使用過 類似這種光想經濟的平台 有哪些 然後可以講一下你的那個心得嗎 心得 對 就是有使用過哪些 OK 我Uber剛進台灣的時候 我就開始用了 然後當時Uber Black 就是也都是還是R牌的 然後都是職業的駕駛 其實跟現在狀況是一樣的 當時應該幾乎每輛車我都坐過 所以是非常重度的使用車 不過當時也只不過是十幾 二十輛車 好 那但是後來他們就引入了Uber X 可是他們在引入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沒有職業駕照 然後沒有就是租領牌的車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問過整個社會 所以就會造成大家的很大的一個不安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 有些人可能是信任的 但是有些人不信任 可是不信任也講不出來說 就是我不信任這些點 到底法規上面有沒有什麼 可以考慮的地方 所以就會變成一團混帳 那我們當時就是也是採用 V台灣平台 去把大家最關注的點 也就是不管信不信任 大概當時是五五分的兩批人 都一直覺得重要的事情抓出來 那當時大家就覺得說 不管信不信任這種新的方式 至少納稅納保納管 這三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都覺得 即使目前法規還不允許 我們未來也要允許的 所以交通部後來就依據這個 去訂了多元化計程車的方案 所以像現在你用 好比方說台灣大車隊的APP 你也可以交到黑色的車 1.4倍的錢 什麼之類的 就是類似Uber Black 那反過來講 Uber現在也都是用合法的租領車 也都是用合法的職業駕照的司機在開 所以像這樣子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 可是我們如果每一案都拖這麼久 都付出那麼大的社會成本 也不是大家樂見的 所以我們就把裡面的一些best practice 就是我們覺得做得還不錯的認定的標準 接下來就放在每一個平台去試用 我們也不會特別去說 像有一邊人就會說 Uber不算共享 因為不能共成 對不對 他可能只是派遣的平台 那另外一邊會說 沒有他是共享 因為這個 就是我可以從A到BD上班的時候順路載人 所以也就是說 他可能某些情況下是 某些情況下不是 那我們現在這個檢視判準就是說 我們這個交回社會來判斷 我們不會再去說 哪個是共享基蛋 我不是共享經濟 但是我們也有服務提供者 有平台 有消費者 這三邊的權益都要保持這樣 這個社會判定的意思是 意思是說我們不會在法律上 有共享經濟 四個字 我們會有平台 然後會有這個提供者 會有接受者在這邊 那平台的定義就是按照這個通傳法 就是數位通訊傳播服務的這個 媒合跟傳遞接受資訊的人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他不管他叫不叫共享 他總是在服務 提供者跟接受者中間 進行媒合傳遞服務 對那這個是一個很好操作的定義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硬要把共享平台 跟非共享平台分開 這個定義就幾乎寫不下去 所以後來我們就不寫了 對大概這樣 那我們台灣目前有對於這種 比如說共享經濟的數量 或者是做一些統計嗎 對所以就如同我剛才說的 接下來我們就只有平台經濟上的統計了 就不會有共享經濟的統計了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平台裡面 大部分是業餘的 大部分是短時間的 那也許他會有一個說 我是共享經濟 把他當做一個行銷的詞彙 那如果裡面大部分是專業的 大部分是長時間的 也許他反而不會說是共享經濟 也許他反而會說 我就是專業的什麼什麼平台 這樣那但是 不管他在行銷上用什麼詞彙 我們還是就是對我們來講 他就是平台 並不會因為他用什麼詞彙 而有差別 所以我們在統計的時候 也只會去統計平台的數量 而不會去統計共享跟非共享的數量 嗯哼 了解 好 那就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喔 謝謝 你去畫一個這個畫面 那個 這個可以 剛剛好像有一個是 欸 這個網路上有對不對 馬上就會有 對 但是他這一個版本不是最後的 我知道 對 那是明天嗎 還是我們催一下 沒有啊 因為有些資料可以 要不要我們稍後再拿這個資料 因為他同學 或者是我們一放上去 我們就先 沒關係 明天會上去 對 我也 那個 留一下Email 然後暫時有的話 因為那時候我搞不好再扭記了 好 就直接 寄給玉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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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張嗎 好啊 我再寄給他 對對對 然後 所以大概是明天看的吧 呃